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CO3.0实行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高了 同样的 我也紧急的把头发剪了 谁知道可能他又会把美法行业被封锁 被关掉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时候就很麻烦了 所以不知道他会不会封锁美法行业 但是呢 接下来的这十多个小时呢 透过我们详细的观察 我们发现到呢 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可能这个后门政府呢 暂时他踩住了车子 就是他踩着的这个刹车子 其实他已经不是一次这么做了 而是非常非常多次了 然后这也就导致呢 这也就导致呢 大马的疫情呢 到现在都不能够解决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这样子的 优柔优柔伐断 做事情呢 不够果断 应该要MCO的时候 他不MCO 他等下不应该MCO的时候呢 他就来MCO 不论如何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那么由于这个是各大语文媒体报道 这个流传太厉害了 特别是英文媒体的 因为他们很怕这个英文媒体的 那么这个既然是英文媒体报道呢 这个国防部长就必须亲自出来承认 所以他这个国防部长讲的那个话呢 他说其实是星期一才会开会讨论 各位观众朋友 意思是说呢 关于这个MCO实行在五个州到六个州的这个消息 其实他们呢还没有讨论 那么这是国防部长他亲自说的 所以随后媒体也跟进了这个报道呢 就是说这个金武是昨天的星期五 星期天呢 他宣布MCO3.0 他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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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事 然后他后面又补充他说 这个当时他会辞职这个针对性的管制 就是并非是存活存面性的 就好像明天的这个中国报呢 他就讲说这个半个马来西亚MCO 这个之前的版本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呢 他很可能会像这个吉兰州这样子 然后像那个吉兰丹这样子 就是就是以这个防疫来讲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那个情况 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讲嘛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期节目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跑得比病毒更快 更快 你一定要站在病毒的前面呢 你才可以有办法把得住这个病毒 但是这个大马的后门政府呢 他们的做法完全是倒转的 他们是病毒走到那里 那个地区大爆发之后呢 那他才来实施那个地区的MCO 照他现在的口中呢 他大概大几个月就是会这样做的 就是看哪里已经很红了 已经升红了 那边啊 已经一大堆人感染了啊 那个 哦 没有医院住了啊 那个很惨啊 OK 学校成不关啊 什么什么 每一间店都中啊 他就是要等到那个地方 恶化成那个样子 他才会在那个地方去实施MCO 就是他是决定了 走在病毒的后面 病毒走了 啊 先感染到很多人 他才去处理那个地方 而不是先走在病毒的前面 就担住那个病毒 去阻挡那个病毒 那么这是呢 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 这个像这样 那么 其实这个病毒呢 它的脚步真的是很快很快的 那我们又来乱录一下 这个瘟疫人生的这个内容 只是其实短短的几个小时啊 这个只是 星期天往上短短几个小时 但是我们在中文媒体所找到的这个案子 当然 这可能只是一部分 啊 家瘟疫花果中呢 啊 有人中了 然后这个是 这是深美兰的这个 这个 正华公民中学二校 也中了 只是 只是 只是星期天晚上 只多了几个小时啊 也是 看这样的这个一华小学呢 也有一个学生中了 嗯 还有还有还有还没玩 啊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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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二校 看了二校 滑小的 有一个学生中了 然后就是还不得了这个 这个 这个 沙登新春的 啊 沙登新春的这个 这个 滑小的一校呢 这次是 副校长中了 这就很麻烦了 好 镜头 转到这个 门人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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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转到这个 这个 这个 马六甲 马六甲分别有两所 那个小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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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生了这个 这个 疫情了 所以 啊 这只是短短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整个病毒呢 它走得那么快 它的传播力 那么快 而且 这边也回应了 我们看见的好像都是 涉及华人的学校 这个 就是我们前几期讲的这个 啊 华人的感染群 啊 大家真的要小心 这病毒在 华人的 这个社区呢 现在 流传的也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 几打呢 他说是一口 一口气 六间中学 四间小学 那么 这个 也都是 星期电话上的 那几个 短短几个小时的 新闻而已 啊 当然说 学校疫情这样子的话 他不害怕的话呢 啊 现在真正害怕的就是 印度的这个变种病毒 双重变种病毒呢 他已经 已经正式在 马来西亚 证据到了 其实那个患者的 4月10号 已经入境大马了 至于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在外面 扩散了这个病毒呢 现在的一切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 这个南非变种病毒 好像又增加了 20宗了 所以我们 啊 讲完了这个 瘟疫人生的内容呢 现在我们要回来 讲回一下 我们现象人生 所以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讲说 就是哪里需要的时候呢 他才去 在哪一个地方呢 实施MCO 就好像现在 如果我们这个地区 已经是深红的地区 就好像前两期节目 我们讲了 这个雪隆应该是 抿不了 所以我们雪隆 这里是很红的 但是他比较不红的 那个 那一两个地区 可能 可能可以讨得过 这个MCO 但是我们这里呢 Balangkari 是考不过的 所以他这次讲的话呢 听起来是蛮好听的 他说 不会再纯面落实 就是 就是 到时候呢 就是很麻烦的 就是可能你这个线呢 这个Muking 是MCO 另外一个是CMCO 在他旁边一个又MCO 再来一个又CMCO 再来一个就MCO 他又会去搞这种 还有这个 你不知道啦 总之你 你车驾过去几公里之后 那边就变成MCO 你再驾过去几公里之后 那边就是MCO 你再开10分钟的车 那边又变成MCO 你再多走10分钟 那一个区叫又变成MCO 所以可能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不对呢 这样子走在病毒的后面呢 去封锁呢 当然不对 因为毕竟马来西亚 也是有专家的 现在专家呢 一针降水跟你讲了 你真正要做的 就是把那个病毒的传染链呢 给斩断 就是前两期的节目 我们都讲过了很多方法 要求政府去斩断那个传染链 但是他不要这样做 他不要走在病毒的前面去砍它 病毒已经走了 他要跟在后面 当这个跟屁虫 所以专家已经警告了 他不听呢 不听专家的话呢 这个后果 希望他们能够承担得起 那么专家的话不听的话 但是马来统治者的话呢 我希望他们听得下去 就是我们这个楼佛州的苏丹呢 他其实讲过了 他真正希望看见的是 来一次认真的 来一次严格的 来一次半个月 最多一个月 就是彻彻底底 斩断传染链的 最后一次MCO 3.0 and this MCO 3.0 is forever is the last one 一次性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 楼佛州苏丹殿 他所希望看见的这个情况 所以随着他会在今天星期一 他才开会讨论呢 所以各位比较当忧的 那个商家呢 可能暂时放下心头大死了 对于经济来讲呢 可能是松了一口气 那么但是对于防疫来讲呢 所以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么多的那个情况 对防疫来讲呢 肯定是非常的不利的 而且是随着他们这种做法呢 肯定又会付出 一个是惨痛的代价的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来留言 那边讨论 所以按照我们手续他们的行事 作风呢 这次他可能 不会这么快 可能他会 他也会在今天星期一 他会宣布 我相信他会宣布 某些某些地区这样子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 那个五周到六周 那么这都很难说 也许他又在那边拖延 就是为了他的政治考量 为了他的那个损票 为了他的商业利益 好 现在我们暂时报告到这里 有新的消息 再给大家update 好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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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